好 请二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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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我们进行 我们昨天谈到 这个第四页 如来正义 那我们现在就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 短的时间 尽可能让大家掌握到整个 金刚经的 精神 如果讲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对一记一句要能信解 无量无得 所以 不要念过没有 不如懂一句 而且 我们一再一再反复跟大家体验就是 当你在听闻的时候 你对这个等着道理的一个掌握 你掌握到他的精神 你能信解 怎么去实践 这个精神为主要的 全部放下了 那这个金刚经的精神跟他的法要 能入你的心中 以这个为主 那我们再谈的就是 如来意 完了以后 我们昨天谈到的是 菩萨的正义 那菩萨正义里面 特别有谈到 就是说 我们又要度无尽众生 但这里面又提到 在我们第17分里面有谈到 就是 这个菩萨正义的第2条 里面讲说 菩萨易如是 若作誓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则不明菩萨 那这个不是又要我们发心 又要我们 不能起这个想法 所以 这样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能消化得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重合 其实 心经就一个道理 金刚经 是不是也一个道理 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而已 那所以我们必须 就是我经常提的那个中论 其实不生不寐也就够了 那为什么要谈27品 因为众生执着不一样 所以再演说再演说 那最重要还是那个精神 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到就是说 这会不会矛盾 假如有矛盾的话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矛盾是 我当 我能不能 我又从不同面 我能不能依金刚经 升起 度化众生的 悲心跟向着 活到的菩提心 你觉得你的心 能不能这样住 你能不能又无助而住 是不是这样 我们讲无助身心嘛 我们要生 发清净的心 菩提心 但我们要无助喔 现在不是嘴巴 不是嘴巴 是你是不是能 发得很自然 你的心 你这样的观念 在你的现在的修行 是不是顺当 你能不能说服 我现在其实说 金刚经完了以后 你只得到一个准则 我当行菩萨道 度化众生 我应该 要这样相服心 我应该要这样做 就这样做一句话 就觉得这叫金刚经 那从这里衍生出来 不管你是 后面谈的那个如来说法 包括你说法 都必须要用同样的道理 所以一切道理就在这个金刚经的道理上 的认知 智慧里面 你就可以展现出来 你能信解 那这个人如来 惜知 惜见 为什么 为什么如来 惜知 惜见 我想 不仅是世尊 惜知 惜见 一切诸佛 惜知 惜见 为什么 顺佛信 顺这个法身 跟一切诸如来等流 这个味道 当然我们还不是 但顺它 那我们如果要常谈加持 这就是最根源的加持 所以我说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是最根源的加持 但我讲的是 那个越来越如实发心的 菩提心 菩萨道 那 这种是由智慧产生的勇猛精进 这个慈悲里面 这个慈悲是有 有智慧在里头的 所以金刚经这里面是不是贯穿得非常完整 所以 昨天我们就讲说 什么叫金刚法门 就行菩萨道啊 如实的行菩萨道 懂得降服 懂得应该如何行 应该如何执 应该如何行的 这样亲近菩萨道 这叫金刚经法门 是不是这样 简单讲就这句话而已啊 所以不要又掉入那个法门 我们也不妨碍你说你修什么金刚经法门可以 但千万不要又掉入这个滋末的计较 我们经常老是好他这种计较 哎呀这个法弄到最后 你修哪一个法门 我现在讲就是释迦法门 你修哪一宗 佛陀宗 那个法门可以啦 宗就佛陀宗 那法门不是都从佛陀那边来 其实你修哪一宗也可以 我讲说它是一个特殊教学法 应激而说 很好 但我现在讲这句话是不需要大家 把佛法走到寺末去 竞争 斗争 包括我们现在谈很多佛法应该回到 其实又像自知之心嘛 所以我前面没谈嘛 虚佛陀宗就这样问 你只要想一下 世尊 你会善护主 善护念诸菩萨 那我们这个发心的应该怎么样相辅啊 完了 我知道了 这叫金刚经 这叫金刚经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如果你起当灭度无量众生 则不明菩萨 那这么弄到最后 你怎么安住啊 如果你是前后一致的思维 你听到这句话 如果不懂你一定会惶恐 你为什么不惶恐 因为你前后都没在关联 你没有抓主轴 所以 已经到人格分裂了 你都还没问题 不是吗 你听这个没关系 听了 要发佛理心 这样不行 但你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你是用一个很真实性说 你叫我不要这样起这个响 那什么叫菩提心啊 而且你又发了菩提心 又说无有法 无有定法 叫菩提心 那什么是什么 你如果正常人 我们当然正常了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那个 学佛的学法的心事很一致很真诚的话 你一定要 你这样讲 这样说叫我怎么做 是不是 我要回家 你一下跟我讲东一下讲西 到底怎么走 你一定会起这个心 你翻脸我还接着你很可爱 我怕你是你连都没感觉 因为你都不会翻脸 为什么 你没在听啊 不是真实的 好 你听完应该我会发菩提心 但我要怎么样发菩提心 这两者竟然在你心中不会产生问题 我们讲一下真空妙有 不是这个道理吗 你的真空可以容色妙有啊 你不然真空妙有老是再打来打去 那我所以说 我们很多人学佛在这一点上 从来很少务实的怎么样 去探求 对不对 现在还要劳我帮你们说 你们是不是有这种疑问 对喔 是不是你这样说我倒觉得有点问题 大问题啦什么还有点问题 你如果两头都要奉行的话你怎么做 对不对 你说我以色剑我因生求佛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到 到寺院 为什么还要拜佛 你是不是应该定位啊 所以我前面不一直反复跟大家提 这必须 为什么我现在谈菩提心一直从十二语言起提 因为它是罪根源 对不对 活当初成活就是从那里来的 是不是 为什么会生老死 因为无名 那无名最主要的执着在哪里 在语言起 在无名行事 名色六路 触错爱其余 这当中 执着 执着 这无名没有另外无名 就在缘起当中 不如时间叫无名 所以这样的无名 所以这样的无名才有生老死 所以如果真想度化众生这是源头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全部的法最好都会在一个地方 世尊因此称佛 那我们倒过来因此才叫众生 所以度化众生就是走这条路 其他路就叫做治标 会根本 是不是 那这样如实的知道众生的苦极灭 哪有人知道灭道 从自己制度跟度他都是以这个从定位的 对不对 不管是解脱道或菩萨道 都不离开这个 只是菩萨道是更广 更彻底以成活以度众生为己任 他都不一样 但他的根源面对生死 这个根源的共向是不是一样 好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精神掌握住以后 在行菩萨道 你就越来越熟 我要度化众生的时候 度到最好 昨天我们不是在提吗 度化众生 度到老半天 自己也苦 别人也苦 为什么 我们的度众生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行菩萨道 其实 你这一点不懂你怎么度 这不是在内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菩萨道 并没有去向觉 你并没有走向自觉 觉他觉友情这个意义 你并没有符合 这个觉没有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度化众生是不是难免到最后都会有另外三三三二二好好坏坏 是不是纠缠不完 我们在修行当中是不是会有染污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烦恼让了很多 这是免不了 但如果走对路他会越来越什么 他会越来越清净 他不是一口气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那么利根的 但至少当你开始相似的 仿佛的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一些烦恼就会因为顺向觉悟 烦恼慢慢变薄 这正常 千万不要在蚊子上一直玩 没意思 是不是 我们就用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清楚众生的轮回 如果在学度化众生的根本所依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发愿度化众生 是不是 我还是跟大家提 你现在有没有你 有啊 有没有 你现在有没有这么苦恼 你不能说没有啊 这个东西如果火定了真的是真言说瞎话 是不是 我们修行修道经常做真言说瞎话说 你不可得 你就揍他看他可不可得 明明可得 明明可得 可是明明不可得 是不是 不然你跟我讲你现在你的存在的当中 有没有一法为常法 不动的法 有没有一个是自信法不带重元的 找不到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就开始探讨 你为什么会像你现在这样 问他 无名 业力 果报 这么一团 我们开始问就是观生受心法 你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现在现前 这个就是元起果报 元生法 我就来问他 后来从这里我才说 才看出说 我才为我们说出了这五蕴啊 十二处 十八戒啊 元起的道理 那我现在渡的时候 有没有众生 有 有没有真实众生 无 所以我该不该渡 有没有那种如梦患的痛苦 有没有 有 要不要渡 因为他正苦啊 那渡的时候必须 是不是掉入这个苦 或者掉入他现在的国体 还是应该要看他的元起 当我们从元起来看的时候 无众生可多 以世俗的元起当中 有这么众生在受苦 所以我们要发真实菩提心度化众生 必须如其所如的 面对他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 你突发菩提心 你这是在满足你的感性而已 是不是 我们现在只是一切 你看到 众生因愚痴 才颠倒 那我要让他如实 所以里里外外 都会向如实道 我们讲这些实际 要很实际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实际的时候 我们发觉 有没有有 该有则有 该无则无 所以学佛人倒是要很如实 很实际 很实际就是该有就有 元起不能说没有啊 该无则无 无自信就无啊 学佛到最后的心思很笃定 不会飘摇的 所以他会不会度化众生 很 实实在在的尊重 我不是讲吗 当我们看到众生苦的时候 那个悲心 他还 他不但不会火定 而且说 其实你不仅这样苦 你还有这类的苦 为什么 因缘生起有这样的苦 但你这个苦应当如何解决 解决之道 根源之道在哪里 这才清楚啊 你才知道要照见五蕴皆空 肚度一切苦恶 是不是 所以都不可得 你看心经还不会念出来了 说不可得 波折经你看那么一大串 所以后面我们在讲 这到底是怎么样叫说法 所以菩萨如果不能如实知道什么叫众生 光起一个狂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你不要说灭 你自己还生无量众生 我不是 以前我很早就讲了 就是 没有 我们见到 今天我说法 好多人听 你们都已经无声了 我带了很多众生回家 我里面充满众生想 我像人像众生像 讲说度化众生 内心里面却充满了挂碍执着 我哪来度众生 人家度了怎么样不知道 但很清楚你内心里面很多众生 是不是 你不用去谈 那外面有没有得度 外面你也搞不清楚 你就尽力做 但现在知道你有众生 想在心中就对了 这是事实 那同样我们在度化众生 后来你知道这个道理 从金刚刚所衍生出来的道理里面 我们不断在度化众生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 经常应该如何相互其心 因云和柱 因为你要度的是这一个 你的我像 人像众生像 守者像 你必须要行一切善法 你必须要对治一切恶法 是不是究竟皆法 守得非常细腻 从根延处下守 这波折 然后从这里的这个源头 然后为了对治现前的烦恼 所以变成立于这一方面你就要守 为什么 为什么立于你要守 你说空你明明有烦恼你怎么不守 所以每个守法变成都有一个道理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有在这种妄想当中 生起的颠倒而产生的执着 你必须要这样对治 每一个对治都非常清晰 然后开始到最后乃是 国家讲说 乃是外围你现得很清净 内在你要很清楚的 哪里挂 而且这个戒法到最后人家可能无从 去论你情不清净 因为都你清净 但这时候你归外归外 内归内 你自己能不能无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守者相 或者背离菩萨 那个非菩萨 所以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展 一个菩萨道在哪里 有没有行在菩萨道 如果弄到最后发觉 就是说 我们不是一代计划也常讲 你讲那么多不如做一点 那你做一点 那来哪一点 不就现在这一点 现在的每一个境界里面 你都如实这样修 就如金刚经所说 你就有广大福德 是 就在念念之间 所以它的福德来源从哪里 这不是佛受给你的 是你自己修来的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遭闻道细使可以 为什么赚它一托就够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看 接着 若菩萨做事也 我当庄严佛图 是不明菩萨 会故 如来说 庄严佛图 则极非庄严 事明庄严 众前是通达 通达无我法 这时候你发菩提心 会不会说不是菩萨 你发菩提心我要度化一切众生 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了 好 因为你通达无我法 这时候有没有一切像 能不能乃至 你如果说火 已经一切像都无像 那火为什么还要实现神通 那不是在戏论吗 是不是 它还千百亿化身 那不是在玩吗 所以你看到菩萨游戏人间 跟我们平常的戏论是不同 差在哪里 都在玩 戏论跟游戏人间的自在 差在哪里 差在通达 通达无我法者 就是游戏人间 游戏人间方便度化 把这种因缘假法 执着为真的叫戏论 就是无意义的话 一个是自在的 一个是愚痴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是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当你在面对这个禁的时候 对错在哪里 对错在哪里 是不是就另外一个标准出来 对错在哪里 外面对错不能火定 不能随便火定 违背 但第一个最根源的对错在哪里 有没有通达无我法 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应世间因缘 应你现前烦恼的冤期 这时候你发觉 你可以用不同的法 施设不同的法 来对峙自己 来利益众生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在一切行当中 始终保持这一份绝招 我们这叫正经经 其实如果菩萨道的正经经 其实如果菩萨道的正经经是什么 亦以这个真如实相道理的正知见 实实相应 就像我们刚讲完小指观的 利缘对境求止观 这叫正经经 这时候经经就不是谈那一个 四项的经经而已喔 它最重要是如何以法不懂 所以得来全部会共乎 你如果试着把这个道理懂 你就在跟人家吃喝谈话当中 是不是都可以保持那份绝 你当你保持这份绝的时候 你在引导众生是不是少一份过失 你如果缺少这份绝 而只是依你的感性对于法好坏妄断 然后引导众生继续以法生殖 非菩萨 第一个你自己尚且不绝啊 你如何觉悟他人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用一个很标准的道理 一个很原则的道理 谜才是最大的管扰根源 绝才是 所以度化众生的功德有没有功德 就问相不相应觉 自己能不能自觉 能不能令众生觉 就论这个 答案到最后是用这个 是不是 这是 这叫菩萨岛 然后我们现在讲庄严 庄严 庄严活土 那我们现在 活土是庄严完了变活土 那我们现在是庄严国土 世间 严土熟生 庄严国土 成熟众生 我们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哎呀 布置啊 没话了 嗯 这个你用都用不完 根源章啊 怎么弄都没用啊 那是叶报国体上的章 你就跟我喷漆喷到之后 怎么喷也会坏 像我们现在这个世间 对不对 油漆弄来漂亮一时 里面本质要坏啊 过个一两年两三年 不能再擦一次 我们现在装的 穿得很好 照顾照顾 照顾 还是要烂 为什么 本质嘛 我们要知道活土 国土是从哪里来 从阿赖耶士变现出来 根生气世间 对不对 这个气财 这个气物 气的世间 从哪里来 巴士啊 巴士不转 国土如何心境 心境则国土 竟不是也这个道理吗 没错 所以当我在外渡 你看到 当我要渡化 我要庄严国土的时候 却不知道国土根源 迷失于表象的国土 执着表象的国土 是不是染污国土 是不是染污 所以我们现在 要不要庄严道场 要 重点在哪里 庄严道场 重点是在成熟众生 什么叫成熟众生 启发智慧 那为什么要庄严活土 因为现在众生不堪嘛 他贫穷你要给他富有 他没得吃你要给他吃 他不舒服没办法修行 所以我创造种种一切 可是如果倒过来呢 就像我们现在 是不是身体要照顾 要 但如果执着身体 是不是更糟糕 是因为他 这个执着变成是一个 烦恼根源 但要不要照顾 要 所以一切照顾为什么 为放下执着 这说所有的照顾变成 虽然是照顾自己身体 却有功德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发心照顾身体的时候 你的心是清净的 不是增长身见的 是行菩萨道的 是放下的 是不是 这说即便照顾的是自己的身体 但背后所结起来的缘起是什么 是清净的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讲要庄严活土的时候 第一个要弄清楚 何谓真庄严 那什么是国土来源 是不是 众生因颠倒造作 所以国土才不清净 身心才不清净 那如果我以这样的庄严 外向为庄严的话 第一个执着能索 这个刚好背离庄严 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念佛的时候 很多人 一直在追求念佛的境界 赶快一心不乱 赶快一心不乱 赶快如何如何 佛啊你赶快来 你那越弄越颠倒 你可以发这个心 发完了以后 务必其他歌疼都不要 你务必 你不是在求一个结果 你求的是一种清净的归心 方便啊 不是在求他 因为你求的是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源头 当你一心的归一的时候 对世间一种很 一个清净的性 和一个智慧上的舍离 这一份心 这一份欢喜心最容易见佛 对不对 最容易一心不乱 求一心不乱 只求表象另有贪着的见佛 这个都让好 刚好让你什么 不能一心不乱 让你不能见佛 为什么 见余恩奇见法见法见路来 所以以最无挂爱的心 在一心归命 别无他求的最容易见佛 以一切法不染拙的 最能庄严活土 所以庄严活土 集会庄严 世民庄严 所以谁最庄严 通达无后法则 是真菩萨 他的国土从这里慢慢庄严 大家要信得过 这个每一个法则信得过 都是从四地十二元起的道理 逐步一个一个环节都很紧扣的 对不对 所以谈金刚经 谈波德经 有的人谈到最后空洞了 但我现在都一直希望 我们谈波德的东西 更直接回到四地十二元起的 这样的道理 然后才谈更深的空意 否则你这个空意就架空掉 是不是 谈得回来很高 心不知道怎么去落实 是不是就是这样 然后你有没有落实 你就从现实里面去比对了 所以我看我们现在的讲法 是不是 希望大家在现实当中 乃是在你的烦恼当中 让你的工夫落实下来 由他来检证 或者说如果缺少这种反观 真的修行这条路 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我们在 还是跟大家体验 这样一个金刚经的道理 你试着在你现在身口意 对行住坐窝 原以做事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要观察 我止了 我因何而止 我已经背离菩萨道 我们经常在很多表象的 就是这个离体 这个不知道 我不是讲说 我们有表层的是非 不同层次的是非 其实站在一个 静静行使菩萨道的人 他会站在这个根源是非 但如果这个法体没有落入表象的是非 所以 那变成有肉善 弄到最后也苦恼 百般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为什么 你找不到头 所以当我们投入的时候 就经常会的 因为没有一个头 我们必须要抓到 这个最源头的苦恼 然后开始 施舍 了解世间为何善为何恶 为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这时候不得以随顺 然后开始懂得应激 此人现在不行 其实对他已经很难得 此人现在说是行不是 应该要更行 你会发觉每个人标准不懂 但你这里面有一个法的观察 菩萨道 是不是 因云何助云何相互其心 是不是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庄严 就是 我们讲内外庄严 会不会忽略对现前外面的一个环境的庄严 不会啊 那哎呀我们只要简单就好 嗯嗯 很多人都喜欢简单 简单 我说你简单 你简单你的 你不要简单别人 我的意思就是 自己想简单就因此把人家简单 这叫千贪 自己要别人 就是看不到一个很真实自己有没有爱做 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少欲喜足 但你要关心众生 很多面 很多面 所以我有讲说 有时候我们这一份的 简单是执着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生活 越来自我要求越重的时候 难免会怎么样 冷酷 那我们大方一点 烂情 那怎么办 黑白无常 一个黑的一个白 不是 是 你今天的淡薄 要真淡薄 我讲讲不是刚光少欲 还要喜足 那对众生呢怎么样 要等师无差别 如父如母 自己省吃俭用 自己省吃俭用 你看父母就很典型的那个菩萨道相 自己省吃俭用 希望子女多得 对不对 我们现在自己用了 然后你们要 你自己用那么好 别人用那么一点点 那倒过来 所以这里面他会看到很多东西 他自己会扫欲 不大会被欲望所动摇 但切意还是非常柔软 就像春风 我常讲修行呢 要像春风河西啊 吹过去万物生长 现在这个时候 差不多慢慢来 我最喜欢看到这个春天 那个心绿出来 哎呀 充满神经 那个夏天 那个很绿的 我到 我比较喜欢看春天 现在刚过冬 有些树已经开始有冒新芽 我经常那时候 经常喜欢在树下 看那个新芽这样 春风河西一吹万物生长 但我们修行修道 秋风萧射一吹千枯了 缺少油自内心的那种悲心 成就的那种喜乐心 那这个就 那菩萨道他就从这里什么 他会不会庄严 我自己讲这句话 他会庄严啊 他说问为什么要穿那么好看 他需要啊 所以有些活弟子 因为穿的简朴 以后走到哪里都很简朴 我不是要你随便乱吐啦 但因为人家外面有一种规矩 得体 不要穿得让人家难过 这不是化妇化妆 那你说如果不要那干脆你不穿 不是更俗谱吗 所以我们讲说 少欲 那不是我讲那个热断热修 那个我讲吧 你们诸家人穿混少衣 少欲 我们没穿的那不更亲近 对啊 有形外套就没穿的啊 你这样一笔你不被说中了吗 你穿的这样 他重点不在这个东西 是在于能习足啊 是不是 当然我们平常是少欲的 但我的应对进退 我们会观因缘 一个人能恰当如理显现 这不是一个才叫智慧吗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个庄严啊 就从这里 借着外庄严而内庄严 但这个法体本身必须要掌握 所以如果 如来说庄严佛图即是庄严 你看啊 我当庄严佛图 你这么一讲就不叫菩萨了 那要不要庄严 庄严啊 你知道 待会知道 因为我们不能说要庄严佛图 我想不是菩萨 所以以后第一次物你去扫 我们不扫了 为什么要庄严 我说这弄到最后 这不就乱了吗 他要你绝 不是要你去 去另外取一个 庄严不要执着 那我就执着不庄严 那我倒过来 那我倒过来 很多人在一件事情上 比如说我现在来这里插花 我可以内外庄严 是不是 那你看我们这样无身法忍 忍字最容易庄严 对不对 那为什么忍庄严 真正的忍在哪里 无身忍最庄严 你看那个忍啊 第一个是暴怒相 暴怒相就不庄严 条楼相就庄严 所以忍入庄严 无身忍最庄严 所以他讲说通达无忍法者 如来说明是真菩萨 真是菩萨 所以重点在哪里 我们前后贯通的就是这个道理 菩萨向着活学 当然应该通达无忍法 那叫做无忍法者 为什么 通达无忍法者 因为无忍法者是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道理衍生什么道理 衍生一个真学活者是严 严什么 严现实 今天我说你没有 说一切法无 我能说出一个很现实的没有 你说无常 你不要用感性的随便乱否定 你就说出一个真就是无常 你跟我讲不要执着 你也能说出为何不要执着的真道理 你不要跟我讲说B 你自己都还在执 还在叫我不要执着 所以我刚才讲通达无忍法者 正因为法本来如此 本来极尽自信念法 所以我的学习并没有扭曲任何东西 不是还那本来吗 所以我刚才讲一个人学过我学到最后 我现在很多人在问答的时候 我一直都有一种习惯把他那个 因为他已经习惯一个思维一个动作 所以现在常常在谈问题回答问题 我不是直接回答那个问题 我不要要他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向 然后你再回去想就好 第一个我如果一开始接受你的问题 问题花样很多答案很多 唯一错在第一个开始就不如理思维 所以你我都在继续做颠倒路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急着给答案 是给你这样的思维做了 这个问题连打都不要打 这是细论 这是细论 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在这里一直回答 我们回答问题慢慢怎么样 拿更具体的现实 也就是说透过缘起 缘起让他有智慧 透过缘起让他更实际 所以我们一看到很多人 学法在谈很多问题 在做梦 越来越不实际 一听到这个不实际的先改变 现实一点 现实一点 现实完了 很多道理才找得出来 我要你开始学会尊重现实 看清楚现实 大道理其实就从这里深 如果不学会从现实里面去观察 然后落入这种 我们明相一直在追逐 越来越愚痴 不实际 所以我想说很多人 到最后佛法讲不出道理来 世间法也讲不出道理来 两头到最后 就是变越来越愚痴呢 做人也不会做 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那不是理所当然吗 这个大家不是都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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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有时候说 这个你也不懂 怎么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一般人常态都已经能做的 怎么你不会 现在有时候你会发觉 你的标准要降低 降低到你要让自己不正常 为什么 因为对外正常可以这样处理 对内不能太正常 为什么 因为标准这样太高 用正常的标准变不正常 要有再低一点的标准才叫正常 因为这不是 我们讲的是common sense 其实有时候说 那不是一般都这样吗 你怎么不懂 嗯不知道 学活久了以后 变成这个common sense 就不见了 为什么 不够现实 没有种缘起 然后就是 因为先把大家的那种态度模糊掉 方便我现在开始跟你们讲神话 你们会当真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先让你慢慢一直在空洞幻想当中 这时候 因缘成熟 我在讲神话 你们都会当真 如果我们现在把佛法的智慧也要弄 你讲的那个奇奇怪怪 马上这哪是佛法不听 第一个 太离谱了 所以我不是讲吗 现在很多学活的人 不骗他们都觉得可惜 太好骗了 对不对 本来不贪看到不骗 那太好骗了 一骗就这样 不骗太可惜了 人家就引诱犯罪 对不对 这就整个学法已经扭曲掉 所以我们大的道理都是从这里来 是不是 从信经来 哪个道理不是真实 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 你会发觉 妙我 我好难得 我怎么有机会 身入金上智慧入海 你这时候你就会产生好欢喜 目标他读好多经 你们出家读很多经 没有就一部而已 很多经就这一部 一部就讲很多经 就像那个儒家 六经皆为我注解 是不是 说多也多 也不过就一部 那一部回家的路 一部度化众生的路 今天 我们去看 菩萨怎么样 虚菩提 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不实 若乎有人知一切法无我 得诚于忍 忍 确定了 不忍就会不堪 忍的意思就是说 你讲一切法无我 你忍得住吗 像你们现在讲一切法无我 你们能忍不忍 忍 能忍对不对 好厉害喔 你们都已经好厉害了 真的实在是赞叹 我们没想到末法时间 现前人家那么多菩萨 你知道什么叫忍吗 我们不要讲说那个 就是 玩具草不要是假的 你那么忍 那一张给我 给你 这个真钞 这是假的 给我 假的啦 给我 不行 是我的 这叫不忍 我跟你讲 好不好 因为我那个假钞制得非常真 我说你这张是假的 谁说的 因为如果假的你等于是白拿的 你就要拿出来 一拿出来就一千块就没了 这时候就有点不忍 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不是你这样讲 比如说你到邮局去存款 到银行去存款 结果他 你有两张假的 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你机器有问题 你看他不忍了 你看 为什么 一忍就少两千块 不忍还真看看 一忍就少两千 如果刚好存三千 那两千就少三分之二 你凭什么说 开始不忍了 你凭什么说 你为什么说 明明你看都真的 你看真的啊 真的啊 没有啊 你看这么一个地方不一样 这时候 他就接受了 可是这接受的会很痛 对不对 那这得称于人就说 没有 这个忍就不是那个忍耐苦 就是智慧上的堪忍决定 世间一切法无自信 你接不接受 本来就这样啊 就叫忍 就叫忍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那个忍 忍耐到万天忍就听 我现在就用现实语词 我发觉大家比较容易 这种道理 你心安不安住 我知道你讲一切法无自信 可是明明有啊 这叫不忍 这一切法无自信 你能不能忍 那还用说 本来就这样 就像说 有人讲说 你待会要不要回家 要 确定 确定 可是你没有在念南墨佳呢 我要回家还要念吗 我回家的信心决定 就叫忍 确定了 不动摇了 所以不是那个念 是因为我要回家 我回家为什么要念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对之 那个愚痴造成的不安 但确定以后 忍了 定了 决定 就这个道理 此菩萨 圣前菩萨所得功德 何以故 虚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 虚菩提 跟不受福德 这是不同层次 但又同一条路 我们积极广大福德 就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要积极广大福德 因为这个积极广大福德 是在面对你所有的更多的爱作烦恼 你知道吧 这都会形成恶果 好 那我们就来修一切善 积极一切福德 对峙一切障碍 然后我们开始一直在修的时候 福德具足 善根具足 这时候开始求无所得 无所求 为什么 具足了 根成熟了 告诉你 什么叫真福德 我们之前在修福德的时候 还模模糊糊糊 但至少顺向 现在福德慢慢具足 身心安定 智慧增长 障碍消除 这时候就可以告诉你 真福德 你如果真福德 你就不会说 执着假福德 一执着假福德 真福德反而不见 对不对 有些东西 你要这个东西可以啊 你手上那个人先丢掉 不行 你不丢我待会怎么给你 丢了我就没了 不是 你丢了才会有 不行 因为你不信我 我没办法 你丢了我才能给你 不然你手满满的我怎么给你 丢了他就怕丢了没有 我说你丢了就不会有 他说丢了就没有 我说丢了不丢就不会有 他就动动动 信不过 信不过就没办法一直在那里 还滚 是不是 那为什么 源头 因为他眼前以这个拥有为有 所以你看讲说 如果你用七宝 我们菩萨修情有没有用七宝 不过去看清楚 一点点跟菩萨相应的这样的虚 虚 虚微的造作 菩提之良论讲 就在一个挤牛奶的这么一个短时间 所修的才能成为菩提之良 不然你所修的都不能成为菩提之良 不能成为菩提之良 所以我说不应贪着 一个不实在的因缘一贪 是不是就爱去有 一旦爱去有 是不是又生老死了 所以在现实当中 不断的在造作行使 执一切的福德的时候 一定要你以你的福德力 增长你的智慧 是不是 这个福德 所以我们的修行如果目标之见有了 我们有正见正思维 我们还有什么 正命正业正语 还有正精进 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巩固 帮助你的正见正思维 然后顺一步帮助你的正见正思维的稳定 然后同时成就有究竟的无了会 正念正正定 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要行布施 执戒 忍入 精进禅定 这些都要 然后圆满智慧 前五度福德 后第六是智慧 福慧双修 对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 不能离开主軸 虽然不成熟 虽然不成熟 但因为这样才能顺向智慧 然后这个智慧才能支持你的福德 福慧双修 这个一定要这样练习的 我现在讲完当然要下课 所以我有时候讲道理的看有缘 不然我干脆就讲你过来 我就这样 我们现在来开始 我这样讲完了 讲两个小时 不如说你现在来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保持什么心态来对 那更直接 那不用两个小时那几句话而已 是吧 你讲那么多也没用 不如自己做 不如大家做 不如就在现前你所观察的一切缘起里面 好 我们接着 虚菩提 就是我们接着要讲三圣共法 菩萨顺着如来 顺着真如 学如来 应真如 所以菩萨应该这样做 那菩萨如此 佛如此 我们现在三圣共法 其实都一样嘛 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道理应该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是不是 但我们再说 以便于我们让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让我们对这一个法门能加以纯净 我们透过二十六品 让第一品的不生不灭讲清楚一点 到最后就是一品 所以我们接着来讲三圣共法 这里面有谈到 虚菩提言 如我结果所说意 无有定法 明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黑固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所以则和一切贤胜 皆以无非法有差别 有些经我们不是会举几次 因为在不同角度 一段话里面它可以应对不同 所以我们从不同面也可以让这一句话更加清楚 那了解这句话的话 这句话的智慧可以解释到很多地方 这样会比较纯熟 因为没有定法叫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我们前面也谈 那什么叫定法 因为重元法没定法 以了解重元法都无自信 这叫觉 所以既然这叫觉 那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是不是觉 所以觉的时候就不能 当我知道一切法无定法可得的时候 那我又说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有定法 那你不是答自己吗 是不是 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 我这样讲 有时候希望不同面向去除大家的一种疑惑 但一开始要走到这个细微处 开始有人就会动摇了 因为他是执着习惯的人 我今天讲一个 我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佛 我就用一个现实 我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佛 佛到底有没有 我们前面不是有念到了吗 中论讲的 世间性如来性 如来性世间性 如来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 再一次再提醒大家 另外还有那个 我们刚才讲 因为这个再一路再讲下来 文书施力寻行 寻行就是寻手 寻行 一切诸法皆不可得 诸佛如来 亦不可得 又此可得不可得法 如是二种皆不可得 连不可得 连不可得 也不可得 其实那就变成混沌了 不是 不是 是觉悟了 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 可得不行 那不可得也不行 那我们的心就开始飘了 那我如何是好 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在如何是好 是因为你还是用执着的心 我今天讲一个 可得不可得 都不用 你没关系 你就可得不可得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说 你跟我讲可得不可得 什么都不可得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这时候你跟人家讲可得不可得 可以 不要紧张 我跟你讲空 你待会儿还可以去吃饭 不要像我去 我不能讲你空了 待会儿不能吃饭 你不用紧张 待会儿去吃 吃饱一点 不可得 照睡 睡觉 不可得 可以睡 因为如果你那么怕 我就想可以睡 只是你开始知道 当你把一个道理贯彻到底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了解佛法的 这时候反而能见佛 所以他讲说 如是二种皆不可得 如来非说 亦非不说 你现在讲说不说 对不对 无说我现在就要找另外一边 说哪有不说 那不说 说跟说 说跟不说 都不能说 最重要的是 透过这两端 去除得跟不可得 让你真正体会 因为你去除得 就料入不可得 这个不可得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得 对不对 肯定嘛 你不知道不可得 其实也是忘可得 才叫不可得 所以你一执着不可得 其实另外一边就执着可得 一执着可得 什么都得 什么都得 那就反乎一个 为什么 明明不可得 你就要 你就要得 那不可得 不可得 连不可得 也是因缘生 也不可得 你要讲不可得 就要彻底的觉悟一切把因缘生 有没有听懂 所以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人 是不是用很真实智慧 如来因此而成我 我跟他学 所以我开始觉 所以如来有没有 正如我们现在如果在大殿见如来应该怎么见 有没有像 有 但如来是不是那个像 你们当见到火如来这个像的时候 意义在哪里 是不是真佛 你也知道不是 但要用什么心情来看他 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 因为你们认识我 所以你们不会执着我这个射身 因为这个射身没什么好执着 所以你们试着是要听吧 对不对 但对一个不认识我的 他只能看我的射身 他就没什么了不起 果真他蛮务实的 他就没什么了不起 那你为什么看到这么一个 没有了不起的射身 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坐 因为要法 是不是 所以射身只是一个 让你闻法的一个方便 对不对 没错 我说 建火也是这样 建大殿的火也是这样 建大殿的火 让我们知道 佛是因为觉悟一切法不可得 才成火 所以他显现了一切功德 包括樱化身 所以如来因化身 依我的因缘度好我 虽是缘起信空 且依我来讲是如实如实显现 那我怎么跟如来的功德相应 那我怎么跟如来的功德相应 就是如来舍下一切妄直 究竟清净 我应该随如来放下颠倒于此 这就是感应道交难死亦 能理所理性空气 感应道交难死亦 什么是信空 不要火定 你今天会跟我感应的不是设身对设身 是法对法 佛以不愚痴的真实空智会放下一切挂碍 我当学佛 然后以放下对世间的爱作 我以真实归于心 这时候觉得感应道交难死亦 是不是 因为在根源上通 所以一通的时候佛有没有 佛没有 但会依你的缘显现 所以有些菩萨那个想要见佛 说一声佛就来了 佛你不公平 我求了老半天你都没来 他怎么说来就来 他一想一声你就来 我说我又没离开 可是你怎么不用显现 你关门我来了没看到 你不公平 他我求老半天都没来 他一求就来 我公平公平 我的电视 我的电视怎么没影像 他的电视有影像 你们电视台不公平 你没插电 你没插电跟我电视台没关系 还是你电视机有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讲说没有定法 那如来说义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因为如来要说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要解释一切法 令众生能发心 结果说到这样 无有定法名阿尼多罗三菩提 义无有定法 活在说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当然是后头如来说法我可以再讲 但现在讲说 因为他是顺着讲说 借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为法 所以则何 因为我们最后是要重这一句话 重点 引这一句话是因为一切贤盛 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是要谈这个 你看 我们今天讲一个 贤盛 我用一个最浅白的道理 什么叫贤盛 不笨 叫贤盛 这不就简单一点 越不笨的越高 就好了 就全部出来了不是吗 看得越清楚的 断数越高 就一口气不及就前解决了 因为一般人在无为法弄了老半天 那怎么无为法还有差别 你知道他讲一无为法又有差别 他的五是断命的才会问这个问题 他把无为法断掉了才算 无为法怎么还有差别 所以我一问我就知道你那个无为法错的 经验老道 虽然自己也还在迷糊 但因为在这种过程当中 这种问题已经听了很多次 所以你一问就知道你的圆 你这个问题圆在哪里 无为法怎么还有差别 那我们讲过来 我就用一个白的 就因为愚痴程度差别 越有智慧的断数越高 就这样而已 那什么叫愚痴 愚痴就是说 本不可得住执着唯有叫愚痴 本不可得住执着不要去执着叫智慧 就这样而已 不可得叫无为法 所以从不可得当的体会当中 越能就近不可得的真实义的人叫做佛 这样知道吧 所以无为法当然无为法就是事实 是不是 一切法本来极尽 所以一切贤慎就是因为看到事实的程度不同 所以有差别 彻底圆满一切事实实相者 究竟实际 如来 是不是这样 用这个词你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那我们就把两个并在一块 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现象是什么 众原生不可得 不可得为无为法 能体会这个无为法的人 还是路流 不可得为我 才叫先生 是不是 所以你想要路圣 像那个蓬蓬一直追一直追 你稍微休息会是不是好一点 有人要拼命干 你看我现在也一直在体会拼命干不一定干出好事 好好睡觉功德无量 你们不能学这个 人家有病你瞎吃干嘛 我不是讲说经常举一个例子他就讲说 有一个人生病了 吃药吃很久很久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个居士 他早期有人给他一种那种药谱 后来众生没福报他去当兵 整套药书被他家人当 垃圾回收掉 他一回来一看 拜托 是从大陆过来那些老兵 他带过来一种药谱 他试了很多很多 那有一个人病了很久 他也不敢确定 他说 你要不要试看看 这两天 两天就好 不要吃药 你就吃番茄就好 他说为什么 晚餐的番茄没多少钱 而且两天应该还不至于 你要不要试看看 我也不敢把握 就两天试看看 就一直吃 病好了 你说高贵 你番茄 那一代吃两天 那才多少钱 另外还有一个癫痫症的 突然 因为经常发病 他看到发病在那里地上滚的时候 他看到路边刚好有个草 他说这个就是 就搓一搓这样 嘴巴一塞 一塞他就停了 停了就没动 他咬也没动 他说以后我再不要这样救人 因为这下完了 结果他都没动 他就这样移死人 结果没多久 经过他半小时以上他起来 怎么那么舒服 他说你舒服是不是早点说 他就躺在地上这样舒服了几十分钟 让他吓得要死 结果就是路边潮而已 从此好几年都没复发 我就 我们就看不到缘起 看到缘起就是这样东一塞 因言俱足 并没了 我们那么忙干嘛 可惜就是没智慧 功德多大 你说那一根草 那你要感恩人家 绝对不是感恩那个草 那我就要再拔一株给你 哪有这种感恩法的啊 我又没有你那种病 我吃那个草也没用 是你有病 而且我懂 刚好一根草下去就好了 得来全部会功夫 也不用医院就旁边就一塞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贤圣怎么修 你就这样降伏其心不去就好了吗 你看啊 我们后头我们先讲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音 如路易度电 银座如事馆 观看看不要乱催眠喔 一切有为法 如 你看能不能如出来 如了出来就这样观 呵呵 功德无量 你不要一直讲 如梦幻泡音 你要用念忍不算 要做这样观 而且要如是信节 这个信节要有根基 所以你就尽量把它弄到 的确如是 就决定 就能忍 忍什么 这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音 怎么观 不用喔 他就是这样 我本来就是梦幻泡音 所以阿罗汉 陈阿罗汉之后 他有没有观无常 有 我们现在是把场 我们看到场 然后勉强观无常 阿罗汉是 就无常啊 他的观无常 就无常 本来就无常 所以当我们这一切东西 我们要说法的时候 要说什么法 嗯 说什么法 说这个也不对 说那个也不对 怎么说也不对 为什么 要说也要他在 他不在我怎么说 那你能听听什么 所以我们听法说法 是不是从这里就衍生 然后后头我们再谈 因为他这里刚好提到 听法说法要用什么态度 所以我们会讲说 意义不意义 我最常很早就讲说 你身上有重担 师傅我现在这里好重 我说这样啊 你背那么重干嘛 好 右手提起来 往你的肩带一拉 提上来放 他就照着念 我说不是 抓肩带提起来放 这样就好了 他只要照做就少了重担 他就不照做咧 我们不常举余子指月 你不要看我的手指你看月 所以我们现在如何 为什么叫意义不意 你应该用你的心 跟这样的智慧相应 一口气就能跟法相应 得来全不会公平 好 这个我们后头再谈 那个 以欲云合 须菩提 思陀函 阿罗汉 能做思念 我们就一口气吧 因为那个念的文完整就是一样 我得须陀函 我们就以须陀函 果这样来谈 就是说 我得须陀函 须陀函会不会这么认为 你知道吗 不会 世尊 乃至我 我若做思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 主者不说 须陀函是要阿然若 阿然若心者 阿然若是极尽 你哪极尽 你在一和一有我我我我 的 我们现在的极尽在哪里 从这里来讲 勒阿兰娜阿兰若的那个阿兰若是什么意思 心窒息颠倒 所以一个人可以心窒息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没事干心很沉重 和有人做起事来还是什么 生轻如烟 有人受到身心很沉重 有人胖到生轻如烟 是吧 负担啊 那份挂的 所以那个寂静以什么为寂静 我说我们借外面寂静以得内在寂静 但如果内在始终不寂静 外在寂静变成奇狂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这个 司陀函 虚陀函 这里面也蛮讲 我们这个没有引出来 虚陀函名为陆流 而无所陆 不陆设身相未处罚 是名虚陀函 什么叫陆流 陆流也有两个词 虚陀函其实一个叫逆流 一个叫陆流 逆流的话的解释就是逆什么 逆那个世间生死之流 那陆流呢 大致论讲 陆八圣道分 流入涅槃 陆八圣道分 这时候的陆流就是陆八圣道分 然后这叫陆涅槃 叫陆流 但有时候解释逆流 那这个解释词就要不同 逆什么 逆生死流 这叫虚陀函出国 好 可是我们这里面讲说 因为当你陆八圣道分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陆缘起证件 是不是就陆什么 就知道无所陆 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要走向圣道 陆圣流的时候 一定是开始跟法实相开始靠近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有没有走在道上 你有没有问这个法 思维这个法 然后所有生口意守入这个法 然后贯穿的让他提炼精粹成就这个法 有没有往这个走 没有的话 你没有渗流 你没有走到解脱道 没有啊 不是吗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必须用现实的角度来 还行我们现在的修道的这种实际 如果你缺少这种看法 缺少这个实际这种观察 你就应该知道 你并没有在道上 是不是 什么叫道 就这个才叫道啊 贤圣都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我就不讲说 我们要不要来录圣流 我们来录看看嘛 我们就平常开始学嘛 第一个不要谈的抽象 从我现在的一切 从我最初的烦恼 从我现在的执着开始 慢慢冷静 务实 不逃避 深刻的自我观察 他那一份虚假 如梦幻暴云不是吗 那反而是实在 是不是 反而更实际啊 那所以说我们的所有修学 是不是往这边去挥 为了让你圆满这样的一个认知之见的一个讯息 从平常的见 我必须努力成就 听闻正法的因缘 我必须要累积成就 如理思维的环境 我必须要给我自己 如何在生活当中 如何发 怎么样 规范 规范身心 你必须自己规范了 环境给你一个初步 再过来就是说 给你一个这样的稳定的环境 但你自己要纵容攀缘 不得正见 而不能正思维 那表面上身心是规范住了 但其实躁动的心是一直滚动着 飞到人 不是吗 那我们要求很高 也没有 至少当你走 还没走得很彻底 惭愧心在 现在有些做不到 也不强求 但你知道 我现在做不到 是因为我现在因缘 现在如果强做我会苦恼 所以我现在做不到 但我必须在这个做不到的过程当中 赶快晶晶夜夜的 赶快让他做到 是不是 这时候你发觉你在做不到的时候 带着惭愧心 你虽然在做不到的时候 目标却有要做到的那个目标跟企图 这一个做不到已经就慢慢清净了 不是吗 是啊 这叫修行啊 这叫现实的修行 很有意思的 你这样的修行不是用方向很清楚吗 那怎么填补自己阶梯自己找 自己规划 哎呦这个现在不行 这个 这个现在没办法 可以跟我 自己就开始 哪里 规划了 没有意思 活告虚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在南灯火所 与法有所得佛 不也是尊 如来在南灯火所 与法十五所得 这个我们前面有谈 那个跟第一部里面讲说 无有定法 叫阿尼多罗三秒三伏提 那也就是说既然无定法 那南灯火在南灯火拿什么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句话 如果你要仔细思维的话 它可以透到哪里去 它可以透到哪些道理上 我们现在说无所得的时候 今天我们现在 如果用这个态度来学习 我们到佛门学什么 假如你学很多的时候 是有所得无所得 你入道场学什么法 学之后是什么 你得什么 还未得什么 那这个道理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又讲到 我们讲说 是正情 以生善为生善 以生恶为生恶 什么叫善恶 现在知道吧 如果以菩萨道 这样的一个因缘在修实 修实 你看啊 照理讲我现在如果金刚经讲完了 我在问说 是正情怎么修 你们应该会回答才对 如果我很熟 你有没有常在《宋金刚经》的 不是一开头吗 一开头怎么样 我已经演过多少遍了吗 师尊 你善呼念诸菩萨 善呼诸诸菩萨 那我应该 云核云核 相互其心 对不对 我知道了 我现在开始相互其心 这不叫静静 对不对 不相佛叫以生恶 为生恶 是不是该情不失的 该应该无助身心的 这个叫以生恶 为生恶 那你得不都牵在里头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应该懂得如何 降虎其心 为降虎的 执着的叫以生恶 是不是 你都可以解释不是吗 我们对这个道理懂了 这不叫信吗 无根无利 他没离开啊 所以我说我们 这个在一个修行 这个观念一旦确定 你就下手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在 在一个地方 我们到底要学什么 那我们经常以这个标准 来自我观察 当我在学什么 你千万不要跟我讲 有时候哎哟 我这个经也学 学到最后 他觉得 我是都学了 也都做了 那内心有一种 说不上来的空洞 其实这很多人都会这样 就是知道 也没别的路只好这样做 可是做了好像还是有点乖乖的 这样子感觉的人是有觉悟的人 说不上来 又不好意思说 学那么久了 还能这么说这个东西吗 都已经当师父的人 还在讲这种话 平平平平平就是这样 就嗯 一回去闷闷的 不要干什么 修到这样那不然很苦恼吗 标准没出来 标准出来 现在学的全部放进去 你就觉得你才进步了 那如果你那个标准是错的 你放进去到最后还是虚的 所以我说当你抓到这个源头的时候 我说什么 我就这么降伏其心 佛法整条路在绝就自解决它 顺着这个我就越来越 而且这个你这种踏实感就不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智慧增长放下烦恼 所以你感受得到 感受到什么 不是德 是自在 我不是很自在的意思就是不牵挂 因为我们的心如果靠很多重言这样绑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挂 寻求寻求不断寻求加持 寻断什么 就是放下 放下 放下 放下也没什么好放 就是看清楚 看清楚 看清楚 就在这种看清楚当中 原来没有束缚你 但你以为束缚 所以因此不住自在 现在越来越知道 它本来无束缚 是我染着才叫束缚 当你看清楚 它就慢慢不束缚你了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个地方 那一段没有念完就是 阿兰若 阿兰纳行者 以虚菩提食物所行 而敏虚菩提是要阿兰纳行 这个我们 其实也没关系 道理都一样 所以 我们要讲说 如果是这样四尊才赞叹虚菩提 第一阿罗瀛 那我们讲 什么叫大地质 那不就有一样的道理 什么叫第一 什么叫真地质 我们都说活的地质 上次你讲我没这么说 所以我之前会讲说 哎呀 大殿人来人玩 活得好无聊 很寂寞 跟我都没关 他们修他的不是佛法 他们修他的 阿阿 一起来轻轻轻轻 然后大家三拜出去 跟我都没关 为什么 跟法一直沾染都没有 法不染心 不是吗 我们这样看过去 所有在日常生活中 所听的法 听的很多 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实际上把它当做一个目标 在问法 学习 观修的很少很少 所以以这样的心情 你入大殿是在修学 但你入大殿是以世间心 我已经染世间法 其实跟佛法没关 所以我就寂寞的入来 我做了 你把我塑起来 然后就一直拜 拜到我烂掉 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拜到我烂掉 没有完美了 很有意思 思考思考 好 时间关系 今天到此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欲怯 我等于众生 皆功成佛道 阿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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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